伊朗版滨海战斗舰亮相 山寨战机导弹已经无法满足伊朗了 现在开始山寨军舰 而且还特别有意思 山寨的美国滨海战斗舰 讲究航速和快速打击能力 减化系统和重量 重装备已乱取胜 9月5日 伊朗在南部阿巴斯港 举行了海军特种作战部队阅兵式 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叫苏莱曼尼号的军舰 排水量在600吨左右 勉强达到了水面舰艇中舰的水平 一般地域500吨级的会被称作艇 小了点小了点 不过刚好是伊朗可以大量装备的军舰 霍尔木兹海峡长约150公里 宽不过55到95公里 战术上以小博大采用狼群战术 所以伊朗需要的就是一种速度快火力强的小艇 同时价格还不贵 使用起来也没有那么麻烦 当然适合伊朗只是一个原因 军舰这玩意儿越大越猛 谁都想要大的 伊朗选择造小的也属于是没办法 大的造不出来 伊朗国内的军工业属于是全面 但不够先进 特别是在极度强调重工业积累的海军装备领域 伊朗受造船工业水平较低的影响 上档次的国产装备压根就拿不出来 相比较其他个型无人机和导弹 伊朗造船业充其量只能为海军提供一些小吨位快艇 前几年还因事故沉没了一艘宝贵的国产千吨级大舰 没办法就只能造点小的凑合一下 不过伊朗既然敢亮出来 这个苏莱曼你好肯定是有点东西了 概括一下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苏莱曼尼导弹艇造型比较独特 双体船加美国独立级滨海战斗舰的合体及时感 穿浪双体船布局和隐身化设计 穿浪手设计带来较高航速 舰体外形隐身要求采用低可探测性设计 比如全舰刷涂灰色底漆表面很光滑 而且舰体采用折线设计 从舰上电子设备到5倍看起来都很简洁 这样的低可探测性能应该还不错 伊朗还在尾部设计了一个面积不小的直升机起降甲板 可以起降无人直升机和有人驾驶直升机 不过受吨位的限制 没有配备直升机库 在有限的吨位内还要追求对舰载直升机的运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参考借鉴了美国滨海战斗舰的一些理念 有趣的是滨海战斗舰诞生之初所设定的作战环境之一 就是在波斯湾一带压制伊朗这种级别的海上力量 结果伊朗反过来吸取美国的经验 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同类型舰艇 真不愧是山寨之王 苏莱曼捏号的性能也还能说得过去 在武器方面 防空反舰反潜以及近距离火力支援全都有 除了舰手位置的30毫米速射炮和12.7毫米重机枪 还装备了6枚反舰导弹 不过三连装并不是统一大小 以两大一小处运发射一体箱进行部署 从造型看应该是卡德尔反舰导弹 也是仿制改型 在原本的基础上换上了法制窝喷发动机增大弹体 最大射程可达200公里以上 大致相当于美国的鱼叉和俄罗斯的海王星导弹 只能说是伊朗国产反舰导弹还是不够先进 只能用两款导弹来对付不同类型的水面目标 伊朗自己动手改装威力就不用多说了 来个饱和攻击也很难挡得住 除此之外 舰体中部还安装上了垂直发射系统 而且以上就是两种信号 总计10个单元 兼顾进程和中程防空 以伊朗当前的国产防空导弹水平来看 可能搭载美国标准一中程防空导弹 以及独次进程防空导弹的伊朗仿制版 直升机起降估计就是贝尔412直升机 或者AH-1武装直升机 只不过没有机库 反舰导弹在发射时 不知道尾焰会不会对直升机产生影响 发射时直升机要不要起飞避开 舰艇后方还有一个小艇甲板 配套了小艇专用仓库和吊车 海上执行拦截等任务时由吊车放出 回来不用时直接放到小艇仓库中 当然不仅可以吊装小艇 也可以吊装猎雷舰和无人艇等设备 根据任务性质不同进行切换 跟美国滨海战斗舰有点雷同 当然除了直升机 也可以搭载相关的无人机 可以作为侦察使用 把它放出去之后 看看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 看看鸿海区域的海况 为自己的导弹也可以指引目标 如果有那种比较先进的查打议题的无人机 还可以对有一些目标进行查证 完了就打 因为无人机它被称为低慢小的目标 这个不好对付 特别是无人机这种风群更不好对付 这个军舰不大 还能隐身 混在其他的渔船里边不容易发现 有导弹的吹发系统又搭载了无人机 可以像马峰一样 狠狠地遮对面一下 除了火力配置和前卫的外观 该舰的雷达和传电设备水平是个谜 一般来讲 军舰的武器配置越多 对应的搜索雷达 火控雷达和指挥系统也会越复杂 对舰艇设计者的集成能力就有很高的要求 要在使用过程中避免电子设备出现互相干扰的麻烦 但考虑到伊朗实力有限的电子工业 苏莱曼尼号的雷达和传电系统不咋地 从船体上看 雷达传电系统很简陋 只有基本的航海雷达 通讯天线 以及两个小型球状天线罩等 没有相控阵火控雷达 不知道如何为中程防空导弹提供制导 当然 也有可能这是体系作战中的一环 比如A社B岛 实际情况如何得看实战 这个小的苏莱曼尼号还只是山寨滨海战斗舰的概念 接下来这个更离谱 直接照搬外形 伊朗之前还公开了一艘三体船型驱逐舰外形 和美军独立级滨海战斗舰一模一样 就是伊朗版本的独立级滨海战斗舰 而且吨位更大 6000吨 2020年的时候 伊朗方面报道称 伊朗计划全面建造一艘国产导弹驱逐舰 萨菲纳级驱逐舰 这个概念刚提出的时候 设计排水量为3000吨 后来又变成了6000吨的导弹驱逐舰 而且伊朗还表示 所有导航设备和导航辅助设备 包括雷达 照相机 光学系统和电子地图 都是国产的 萨菲纳级驱逐舰拥有96个垂直发射导弹单元 四座禁防炮系统 具备发射防空导弹 反舰巡航导弹 远程巡航导弹的实力 具有多阵列AESA雷达 类似宙斯盾 主炮为57 两个直升机机库 外形是三体船型结构设计 有两片舰体从舰手延伸到舰尾 其中部分则是舰桥及直升机飞行甲板等 这种设计的好处 是舰体航行时比较稳 而且实现更大的舰上空间 可以集成大量武器装备 萨菲纳级驱逐舰的目的是 用于海岸游击战和快速反应作战 但从这款战舰的性能指标来看 比美军的滨海战斗舰还要先进 目前还不清楚伊朗如何将这么多武器装备塞到一艘只有6000吨级别的船体中 即便是三体船设计 这也似乎远超传统的设计思维 举例来说 排水量7000吨的驱逐舰差不多是64套吹发系统 排水量超过1万吨的驱逐舰差不多112套导弹吹发系统 而只有6000吨的伊朗三体驱逐舰就有96套吹发 着实有些天方夜谭 而且注意一下它是三体船 三体船优点很多 总体布置性好 生存能力强 稳定性极佳 试航性强 但是制造难度也很高 它是由三个船体连接而成的 宽度较大 不仅建造与下水十分复杂 而且要承受较大的弯曲和扭转力矩 为保证刚度和强度就必须加大构建重量 致使总体重量大为增加 其次三体船型的宽度过大 也容易造成进出港口困难 目前伊朗自主研制的最大水面舰艇 也就是萨汉德籍导弹驱逐舰 而该舰的排水量只有1300吨 而且也没有任何吹发系统 虽然伊朗海军司令透露 伊朗新一代水面舰艇将配备吹发系统 但这毕竟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一上来就从1300吨的轻型护卫舰 提升到6000吨级的大型驱逐舰 或者是配套96套吹发系统的三体驱逐舰 显然又是在吹牛逼 象征意义更大一些 就跟伊朗的五代机一样 一直吹也没见过伊朗能试飞一次 到现在也只是飞不远的模型机 火力军感觉这艘6000吨的驱逐舰 就是给大伙提提神的模型 各位是如何认为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